三清洞出名就是有這些韓屋的建築 很多cafe 都是採用韓屋的設計 Kaloha 今天我們來到三清洞 帶大家來看一間小店 全長5000won 即是港幣30塊左右 立即進去看看有什麼 首先門口可以DIY做這些行李帶 又或者在一些送大怪的袋子上面 下面也有這些紅的公仔襟章 有動物 Kuomi也有 還有一些公主系列 選好襟章之後 你就可以做這些掛帶 又或者在上面縫這些帆布袋 書包 還有一些小小的錢包 你就可以自己砌自己的名字 可以把毛鞋也可以印在上面 一場來到韓國更加可以貼這個韓國的唐印章 哇 有恐龍系列 超級喜歡恐龍 也挺有趣的 恐龍 很淡色的三角龍也有 至於文具方面 就有這些木夾 這些是指甲貼 給小朋友貼在指甲上 這個就是立體卡通指甲貼 下面就有些白酒魚的公仔 還有掛式 上面還有拉鍊褲 這邊全部都是首飾牆 頸鏈 金色銀色全部都有 最重要是因為它是Made in Korea 除了頸鏈之外 這裡還有整排的耳環 全部都是30元一雙 水渣 好冰冰 這邊更划算 它發圈是5000元 已經有1加1 做兩個 然後就來到頭飾區 有這些最簡單的款式 頭夾 還有不少這些鑽架 就可以看到有這些鯊魚夾 不過這裡就買得比較貴 因為你在離大地鐵站看 看到有些都是2000元一個 就已經有不同款式的鯊魚夾 還有這些手機 全部都是Y2K系列的豬鏈 去這裡也算買得挺便宜 雲大的話也要至少700千才看 加上因為已經是1月的時候 所以也會有一些毛毛的蟹 還有大量的毛毛 無論是可愛款要熊啤啤的 又或者這邊有些簡約少少的正式款 全部都是5000元 任選 還有一些小朋友的手抹 就不用怕在韓國的時候冬 省了這邊之後 我們還會轉角入到這裡 都是拉姆 頸巾等等 如果想知道韓國有什麼好玩好吃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還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拜拜 拜拜